我们今天开始批判性思维的第七架 接下来的四讲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我们都要讲逻辑谬误 那我可能在这方面会花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种与人的辩论 各种探究的过程当中 经常就会出现这种 很不容易觉察的这些谬误 或者即使觉察到是谬误了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它荒唐在哪里 错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 把这些逻辑主要的逻辑谬误 都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简要的讲明白 好 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主要的目录 一个是谬误的分类 这个谬误的分类 其实主要是两种 一个是关联的谬误 一种是不充分的谬误 这个我们待会儿都要解释的 然后呢 具体就展开关联谬误里面的各种类型 我们整个下来可能会有差不多 20种以上的这个谬误的类型吧 那我们先来看谬误的分类 什么叫做谬误 谬误其实就是一种常见的弱的一个论证 我们都说弱的就是没有力量的论证 甚至是极其糟糕的论证 对吧 也就是他在推理上是含有错误的论证 但是呢 这些谬误啊 他往往既有相当大的说服力 或者修持效果 他会让人迷惑 就人有时候容易被这些言辞的东西 所迷惑 那这里面我引了一句话 他说在历史的大多数事件中 都是一大群人 被一个糟糕的论证所说服 而做出了恶劣甚至残酷的行为 就大家都被忽悠 都被上当受骗 是吧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忽悠的时候 不是被这个政治的忽悠 就是被商业被广告忽悠 或者被朋友忽悠 是吧 各种各样的 那我们可以整体呢 把这些忽悠啊 这些谬误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关联的谬误 一个是不充分的谬误 观念的谬误就是指 前提与结论 在逻辑上 它没有关联 而导致的推理的错误 它没有发生 实质意义的关联 所以当然就会发生 各种错误 而不充分的谬误是什么 它在逻辑上 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但是呢 它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 来支撑结论 由此而导致的推理错误 它都叫做推理错误 推理错误的这个表现 有一点不一样 这是谬误的分类 那我们先来 在讲关联谬误之前 我们来讲什么叫做关联 关联呢 也是有一些类型的 那所谓的关联呢 它就是指一个命题 与另外一个命题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什么呢 要么是有利的 要么是不利的 那么就说 如果一个命题 它至少能够提供一些理由 使人认为第二个命题 是成立的或者不成立的 那么这两个命题之间 它就是有关联的 那整体来说 关联或者不关联的方式 有三种 第一种是积极的关联 第二种是消极的关联 第三种是没有关联 那什么叫做积极的关联 就是如果一个命题 有利于另外一个命题 那么它们就是积极关联的 它是有利于 或者就是它能够让 另外一个命题成立 就是两个命题之间 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可以正成另外一个命题 比如说我现在举的 这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大前提 狗是猫 小前提 猫是猫科动物 结论 因此狗是猫科动物 这是第一个论证 第二个论证 大前提 所有狗都有五条腿 第二个 咖喱是一只狗 所以结论 咖喱有五条腿 这边的咖喱是我的一个朋友 老虎庙 他曾经养了一只狗 就叫咖喱 当然你这里面 你把这里面的咖喱 就理解成印度人 吃的那种咖喱 那种调味品 也可以 不管它 我们不管内容 我们只看它的形式 是吧 我们现在能看到 我举的这个论证一 和论证二 它的前提 都为结论提供了 逻辑确凿的论据 是正相关的 没问题的 就是从这两个前提 一定能够得出结论 是吧 没问题 当然 这个也许它的前提 是假前提 比如狗是猫 是个假前提 但是假前提 推出假结论 也可以 是吧 我们前面说过 如果是这个 真的前提 推出假结论 这就是一个 无效的演义论证 但是如果是 假的前提 推出假结论 或者假的前提 推出真的结论 从形式来说 都可能是 有效的一个推论 是吧 这个我们就 不用举例了 这是所谓的 从形式上来说 论证一和论证二 都是积极关联 论证三论证四 也是积极关联的 不过呢 他们的这个 积极性的程度 要差一点 比如说论证三 他说 维克斯勒大学的 大多数学生 都在校外住校 校外住 然后呢 小前提 安尼是维克斯勒大学的 一名学生 结论 因此安尼 可能在校外住 这个论证三 他的前提 为结论提供的是 很可能的论证 是吧 他说很可能在校外住 因此它是个 是个 成立的 是个归纳法 以数据 为基础的一个归纳 归纳论证方式 第四个论证 大前提 克利斯是个 是个女人 小前提 他是隐藏的 女人都会织毛衣 对吧 因此 最后结论是什么 克利斯 喜欢织毛衣 这个前提 论证的前提是 女人 和结论织毛衣之间 当然 他没有提供 很可能的 或者很确凿的证据 但是呢 与那种 没有前提的 断言相比 这个前提 也为结论的成立 增加了一定的可能性 是吧 尤其在今天 你不能说 女人都喜欢织毛衣 这可能在传统时代 是吧 那种争执活 什么事 女人的一个 必修 必修的功课 那个时代 那你可以说 都可以 但今天这个时代 你说 女人就该织毛衣吗 那很显然 这个前提 跟结论之间的 这个关系是比较弱的 但是呢 他还是有关的 不管怎么样 都是积极相关 就前提 多多少少 都可以支撑结论 这叫做积极关联 这个叫 然后呢 如果一个命题 不利于另外一个命题 那这两者的关系 就是消极关联 我们来记 几个例子 第一 马修是一名高点基的高中生 结论 因此马修 可能是博士学位 第二个 前提 尼西亚 今年两岁 结论 因此尼西亚 很可能再上大学 这两个前提当中 其实前提如果成立 结论 基本就不能成立 前提跟结论之间 应该是相对立的 是吧 比如说 高中生 不可能是博士生 两岁 怎么可能再上大学 是吧 因此它是有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 是一种什么关系 矛盾的关系 否定性的关系 所以它叫消极关联 否定也是一种关系 是吧 如果没有关系 就是既不肯定 又不否定 是吧 就像人与人之间 如果真正没有关系 那我 你干啥 我是井水 不犯河水 我们毫不相关 这叫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们俩 尽管不联系 但是一听到他的什么消息 你都是嫉妒 恨得不得了 那你们还是有关系 对不对 这个叫做消极关系 也是一种关系 对不对 这个要大家分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看 没有关系 就命题和命题之间 还有可能是没有 东西关联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一个命题 既非有利于 也非不利于 另外一个命题 它就没有关联 比如说我们举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地球扰太阳运行 结论 因此大麻应该合法化 这个当然就是随便胡扯 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聊圈的时候 也喜欢就是东拉西村 就往往是没有关联的 非要在这里 就是好像头脑风暴 脑洞大开 其实谈血谈谈没意义 这就是没有关联 第二个 昨晚我梦到胡人队 得总冠金了 结论因此胡人队 会得总冠金 我现在告诉大家 即使胡人队 真的就得总冠金了 即使你的梦中的 胡人队得冠金 和胡人队实际得冠金之间 仍然是没有关联的 我说没有关联 当然是没有 批判性思维意义上的关联 不是说没有神秘的关联 但神秘的关联是不可说的 我们的批判性的思维 就是要把可说的东西 给它说透 这叫批判性思维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 我们就保持沉默 这叫智慧 很多人没有智慧的 就是不该他说的他说 该他说的他不说 这叫没有智慧 快记下来金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意思 就是梦和是否能够实现之间 到底有没有关联 我们不能用一种思维的一种方式 建立关联 不能用理性的方式建立关联 因此我们不能在批判性思维 和理性探究的意义上 说他们有关系 但是能不能在别的层面 说他有关系 我不知道 是吧 那是另外一个灵异 不是我们今天这门课讨论的问题 对吧 大家也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 也许我有时候也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当我在讲批判性思维的时候 我们要划定边界 我们就不谈那个神秘主义 好 那现在我们就讲完 关联的一种类型和方式 我们来讲 与关联相关的谬误 什么叫做关联谬误 就是当论证的证据 与它的结论没有逻辑关联的时候 这样所产生的谬误 就叫做推理的错误 就叫关联谬误 那么这种关联谬误 通常看起来是 很像合理的论证 但其实是不是 它是有迷糊性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 这些谬误 第一个谬误 人身攻击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辩论当中可以说 尤其在中国人的辩论当中 这是最常见的 包括我在讲这门课 我自己在跟人吵架的时候 我也不可避免 所以说我们要实时紧急 要多来分辨一下 当我们反对某人的论证 或者观点 是基于这个人本身 而非针对他的论证 或者观点的时候 我们就犯了人身攻击的谬误 现在我提一个例子 花花公子的创始人海芬娜 辩称不应该对色情作品 实施审查制度 但是海芬娜是一个毫不成熟 放纵诚讯的百万富翁 他从来没有走出过 自己的青春期幻想 因此他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 他的前提是什么呢 海芬娜人品很差 结论是他的观点也很差 是吧 那很显然这段话 他无异于分析 为什么海芬娜的论证有问题 而仅仅是在攻击海芬娜的人品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 海芬娜是个坏人 因此海芬娜的观点肯定不对 那这样的推理显然是错误的 即便海芬娜真的是坏人 也并不意味着 他就不能够就审查制度 这一事关出版自由的话题 提出很好的论证 所以说对海芬娜的人品的攻击 与这个话题的争论焦点 是没有关联的 我们的重点在于海芬娜 他反对审查色情作品的论证 是否有力 这才是我们审查的一个焦点 这个是人身攻击 典型的人身攻击 那我说的人身攻击 除了骂什么 操你骂这些 那个太明显 那个就很显然的 我们是说有修持效果的 一种人身攻击 那人身攻击的修持效果是什么呢 它就是把论证 从正在讨论的问题 转移到说话的人身上 这样的转移会经常导致这个说话的人 无暇塌顾 左之右措 不得不捍卫自己的个人行为 或者个人的一些背景性的东西 而无法聚焦于正在讨论的问题 对吧 所以人身攻击 它其实也是一种转移注意 我们后面会讲 专门的转移注意力 这样的一种谬误 但是人身攻击 其实也是把注意力 从正在讨论的问题展开 而转向了删去 一个人的一种情绪 它的逻辑错 我们刚才说过了 就是它的一个人的背景 或者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 跟它的论证的逻辑效力 是没有关系的 论证的逻辑效力 应该是基于论证的优劣 而非由理论者的个人品质 而决定 对吧 我们再来看几个 诉诸人身攻击的例子 都很有意思 第一个例子 这样说 我甚至都不需要听它的论证 它是一个同情心 如此泛滥的自由主义者 它是个自由小情心 所以它说这些东西都很多 我们就不用听了 对吧 这个就是很显然 也是贴标签 第二个句话 我不准备听一个 理老三次婚的人 提出的论证 就是你理老三次婚 你还有什么资格 说什么什么说 是吧 第三个 说环保领袖林陆 带着八个随从 驾驶一辆 超过三十个座位的 柴油动力汽车 横跨加拿大 进行所谓的生态支撵 宣传环境保护 这是多么的利涉环保 它在最后一公里 才在媒体面前 嗅脑一下骑自行车 真是个伪君子 那这个是个真实的 这个有个日裔 加拿大人 他叫林陆 他是一个世界文明的 一个环保主义者 对吧 那这很显然是 攻击林陆了 就认为 他这个人 是一个虚伪的人 他自己都整天在污染环境 他还给我们提高 这个提倡环保 因此他的这些话 是不可信的 那么他就忽视了 这个林陆 到底为人类活动 会导致全球变难等等 环境污染问题 做到什么样的论证 他的论证是否好 这些东西 与我们刚才所念的 这一番质疑 是毫不相关的 所以那些人 基于他的 不环保的生活方式 而攻击他的 环保事业的人 就是犯了背景性的 人身攻击的谬误 对吧 这是我们 举了三个例子 但是我们现在要强调 并非所有的人身攻击 都是谬误 就说只有你利用 对对方本人的批评 来驳斥对方的论证的时候 才会犯这个谬误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费斯理事坐证 称他看见我的委托人 抢劫了第一国民银行 但是费斯理事 曾经两次被判伪证罪 而且连费斯理事的妈妈 都曾作证称他是一个 撒谎诚信的人 因此不应该相信 费斯理事对我的委托人的政治 很显然这个例子 他的所有的批评都指向 费斯理事这个人的不诚信本身 是吧 但是 这样的一种表面的人身攻击 其实是与这个作者 这个言说者所要论证的结论 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他的证论的焦点 就是在于证明费斯理事 是不是一个可信的证人 所以说他以前做过伪证 他以前不诚实 他人品很差 跟他是不是可信的证人 这个结论之间 有直接的一种论证的逻辑观点 因此在这个例子当中 这样的人身攻击不算谬误 不算谬误 看它的相关性 当然更为复杂的是 很多时候对于大多数论证来说 确实对于一个人的一种 人的身份或者品格的考量 是值得纳入我们的一种考虑范围的 因为对大多数论证来说 我们要接受一个人的论证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相信不会被他所误导 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己可能被误导 比如他人品很差 比如说他有一些精致的利益 那么我们确实有理由 对他的发言表示怀疑 当然 连有理由进行怀疑 并不代表有理由 拒绝或者排斥一个论证 如果一个利益相关者 为支持他的结论 提供了可信的理由 那我们还是要放下成见 回到论证本身的优劣进行评价 而不用考虑理论者本身的品格问题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工会主席 他在主张要提高最低工资的时候 给出了可靠信息来源的统计数字 那么他表面上的这种偏见 比如说他要代表工人要说话 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他的论证 或者否定他的结论的理由 尽管他是利益相关者 但是他在利益相关者 可能正因为他是利益相关者 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 很仔细的研究 这些研究的这些数据 如果是客观的 那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也不能轻易说 因为人身攻击 所以我们要排斥他的所有的观点 也不能这样 好 这是第一个 关于人身攻击的谬误 第二个谬误 叫做主观好物的谬误 这是与人身攻击的谬误相关的 另外一种谬误 就是根据主观的好物去启示 对吧 也就是说一个人拒绝某个断言 是因为他是自己讨厌的人 所持有的立场 反之一个人赞成某个观点 仅仅因为他是自己所喜欢的人 所持有的立场 我们发现我们周围非常多的人 都是这样的 太情绪化 这个主观的这种好物感太强烈 对吧 喜欢一个人就说 这个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不喜欢一个人 那就是这个人说的再有道理 都是持一种敌识的态度 这个太多了 这个他就不需要理由 你说人身攻击还有理由 对吧 人身攻击是有理由的 他一定会找出他在道德品格 各分地义官邻方面的一个瑕疵 但是这种主观好物不需要理由 就是我喜欢我不喜欢 我喜欢你你是对的 我不喜欢你你就是错的 多不多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马上就说周围人都有很多 很多类似的 是吧 而且我们很多的论证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 例子说 你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观点 听起来就像是那些盲目提倡 绝对平均主义的人所持有的 你怎么会和他们一样 那很显然这个人是什么 可能他是非常反感 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的人 对不对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很显然 他就不喜欢这种人 觉得你的这个观点 跟绝对平均主义类似 所以我是因为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反感 所以我反感你的观点 第二个 第二个我想我们中国人更熟悉 这是一项由布什政府资助的 美国人的研究 所以有问题 好了 就搞得我们现在不敢拿境外资金 不敢搞这些课题了 你是美国人的研究 你是布什政府资助的 那一定你就想颠覆什么 想干什么 这个也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好 是吧 所以说 那我们就要说 一个观点 他被一些不受欢迎的 或者受欢迎的人所持有 这个事实跟这个观点 是否为真 是否可信 没有任何干涉 哪怕是罪恶满盈的人 也会相信二加二等于死 所以这样的一种逻辑错误 创造了一种情绪上的负面联想 导致因人肺炎 是吧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就说 平时啊 与人交往各方面 确实要尽量的避免啊 以这样的个人的一种喜好 好物感啊 去辨别 或者就让自己容易丧失 基本的一个辨别力和判断力 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第三点 攻击动机 攻击动机也是与人身攻击 有密切相关的谬门 但它不是攻击人的整个的品格 它是就具体事件来说 这个人可能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是否动机不存 然后呢 因为他动机不存 所以就会贬低他的论证 或者观点的价值 你比如说 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他说迈克尔教授 赞成终身聘认制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听 迈克尔教授的呢 他自己就是一名终身教授 当然会赞成终身制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 屁股决定脑袋 他因为有这样的位置 他当然要维护自己的地义 就认为他有这个动静 他要维护自身地义的动静 第二个例子 美国厨厅律师协会会长 巴巴达西蒙斯辩生 烟草案件当中的惩罚性赔偿 不应该有上限 他当然会这么说 如果这种惩罚性赔偿有上限 那么除听律师 就会损失几十亿元 因此我们不应该 采纳西蒙斯的观点 总之还是说他动机不准 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 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里面的 很常见的一个思维方式 叫什么阴谋论 阴谋论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建立在攻击动机的基础之上 他动机什么 他想干啥 是吧 这就是阴谋的 那么这种推理博士会认为 只要某人带有偏见 或者有责有疑可疑的动机 那么就应该反对他的论证 或者观点 但是带有偏见 或者可疑动机的人 有时候确实能提出很好的论证 另外我们还要强调指出 并非所有对论证者动机的攻击 都是没有 现在我们要举例子了 比如说这个例子 美国烟草种植协会的发言人 博顿维克斯勒辩生 并没有可靠的科学政绩表明 吸引能导致癌症 鉴于维克斯勒在这个问题上 有明显的个人倾向 我们不应该全盘接触他的观点 很显然这个论证是含有 对论证者动机的攻击的 但是他不胜病无 因为他反映的是一种合理的推测 他这个推测是说 我们不应该全盘接受他的观点 我们需要谨慎地审视 他的倾向性 根据这种倾向性 所以对于他的一些节奏 我们需要别的一些证据的支撑 这是一种谨慎 他并没有全盘否定 这是攻击动机的一个谬误 第四个谬误 第四个谬误叫做 你还敢说 你也一样 你还敢说的谬误 什么叫做你还敢说的谬误 就是你的屁股也不干净 你就没有资格指责我 就是这个意思 当论证者由于一个人的言心不一 而反对他的论证或者观点的时候 就犯了你还敢说你有什么资格说的谬误 比如说一个医生说 你应该戒烟 病人说你还敢说了 你戒我就戒 我有一次我也是因为肺部的问题 到医院去住院 然后去动手术 那个就是 这个动手术发现了就是 他是一个叫做肺什么呼吸科 那个呼吸科的组织大夫 医术特别的高明 很厉害 但是我发现他这个家伙 阴影特别的大 一天要抽两包烟 我这你还说 你本来就整天跟这些肺结合的 这个肺癌的人 动手术什么的 但他自己抽烟抽的很猛 对吧 但是呢 人家抽到人家可能是 觉得他自己没事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一个 抽烟很厉害的人 一个医生 他有没有资格去 劝一个病人说 你要戒烟 当然是有资格说的 是吧 他会从他的专业角度 针对病人 到这个病情状况 他说你要戒 但病人你基本上说 你戒我就戒 你傻了 是吧 这个是叫 你还敢说都没有 就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决选至金平梅 我前面刚讲过 是吧 金平梅里面呢 有个叫做 韩道国的媳妇 叫王六儿 他跟他的小叔子之间 发生通奸 结果被一群混混 就抓住 就给他们两个捆起来 就轰动了一条街 这时候就来了 很多的吃瓜群众 这个吃瓜群众当中呢 有一个老头子 就问 这两人捆在一起 是怎么回事 旁边一个人就告诉他 你老人家不知啊 这是小叔跟嫂子通奸 这个老头子呢 就点头说道 哎呀 太伤天害理了 原来是小叔跟嫂子通奸的 到了官府 书嫂通奸 两个都是绞刑死罪 结果呢 旁边有一个人就 突然就认出来了 认出这个老头子 叫陶帕辉 他一年娶到三个媳妇 这三个媳妇都为他爬了 就都为他占便宜了 因此就说 你老人家 生通调略 像这个小叔子跟嫂子 通奸的是绞刑 那么公公养 媳妇的该判什么罪 那老者见不是话 就低着头 一声不说的就走了 这个就是什么 典型的 就旁边的这些人 就是犯了这个仇误 你也敢说 如果纯粹的 从这个 这个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看 那我老头子 我哪怕跟媳妇 在发生什么事 我还是有资格去指责 叔叔跟嫂子之间通奸的 是吧 一马是一马 因此呢 这个一个论证 它是好是坏 并不是因为 谁提出了这些论证 而是启决于 他自身是否有力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 一个人的言心不一致 或者相关方面 做得不好 就认为他没有资格 做出评论 或者就轻易 否定他的论证 是吧 刚才这个小鬼儿 在评论期说 我虽然作为家长 我数学学得不好 但是我是有资格 要求我学好数学的 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这个没问题 这叫你还敢说的 第五个 叫做比坏的逻辑 这个比坏逻辑 是我自己概括出来的 一般成人的说法 叫绰绰得正 什么叫绰绰得正 就是当一个论证者 他试图用同样的 或者更加错误的行为 来为一个错误行为辩护的时候 就会出现绰绰得正的一个谬误 就是比坏东西 你还比我坏 所以我就应该更坏 是吧 比如说 这几个例子 第一 我不会因为考试作弊而感到内疚 全班有一半人都在作弊 这个既是隋大流的谬误 我们后面要讲 也是比坏逻辑的谬误 是吧 别人都做错误的事情 就认为我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不错的 是吧 第二个 为什么只让我扫码 刚才进去的两个人都没有扫码 这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犯了这个错误 是吧 前两天 我进我们住的地方 西北政法家属院的院子 结果呢 那个保安就突然拦着我 说我要扫码 是吧 我当时就说了这句话 我说凭什么让我扫码 刚才进去两个人都没有扫码 是吧 我就发现 现在好多小区的保安叫 选择性质法 他绝对不可能是每一个人 他的严格遵循要扫码 他是看到 突然想起来 让谁扫码 谁就扫码 是吧 那我就觉得 那别人不扫码 所以你就该不扫码吗 显然不合适 是吧 这个也就是 其实从思维上是错误的 是谬误的 我就 你看我要检讨自己 是吧 第三个 你们谁敢说自己没有罪 为什么单单审判我 这个 这个这个命令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有两个重要的审判 一个是 审判纳粹战犯的审判 爱希曼的审判 爱希曼在法庭上 他是个以色 他被以色列的特工抓到了以色列 他是个纳粹 就是参与屠杀了几百万人 爱希曼在法庭上就说 你们谁敢说自己没有罪 为什么 单单审判 在中国我们知道 在文革结束以后 审判江青的时候 江青在法庭上也说过类似的话 你们在座的谁 江华 你这个法庭 你敢说你没有罪 你敢说你在文革当中没有做坏事 是吧 凭什么要说我有罪 为什么单单审判 还是挺有道理的 是吧 当然 如果要反驳他就是 你不要管别人 你只要承担你自己的罪就够 对不对 这就是批坏德罪 那很显然 我们其实在生物当中 都找过类似的借口 尽管找借口很容易 但是这样做 不可能让错误的行为 站得住脚 对不对 这是错错得正 以为错错就得正 当然有的时候 别人的错误行为 是可以为自己的 本来的错误行为辩护的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说 你为什么把这个人打伤了 他的回答是什么 因为他用刀袭击我 我是出于自卫 才这么做的 大家看这个例子 他说我是出于自卫 才这么做的 那么其实就是震荡防卫 震荡防卫是什么 别人打伤 你在紧急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去 把要打伤你的人打伤 那么实际上 你在打伤别人的时候 打伤别人本身是个错误 但是在这种情境之下 是震荡的 对吧 那这个就是可以辩护 因为他是为了使自己 免于迫在眉睫的危险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比如说 这个例子就稍微更复杂一点 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说 你为什么要朝对方的投手扔球 他的回答是 因为他砸到了我们的三个队友 我有义务保护我的队友 如果你们不保护的话 但是很显然这个人的辩解 稍微有点无理 为什么呢 他不完全是正当防御 他是一种报复性的 用球器砸别人 对吧 第二个例子 耀嘉欣 就西安发生了一个案件 耀嘉欣一个大事的学生 他开车车 撞到了一个长安县的一个农府 然后他害怕被赔偿 所以说就在这个农府身上 残忍地捅了八刀 杀害了对方 这个行为很残忍 很多人在论证的时候 就说 因为耀嘉欣如此残忍 所以说他应该被判处死刑 这其实也是一种什么 绰绰得正的一个逻辑 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行为 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 耀嘉欣这个例子 提到了关于死刑的问题 我自己曾经给人说过 我个人当然是主张 要废除死刑的 但是死刑背后是一种 报应正义的观念 其实报应正义的观念 其实就是 措措得正的逻辑 是吧 就你杀了我 我就有资格去杀了你 是吧 但是呢 这只是一种逻辑 还有一种宽恕逻辑 说杀人本身就错误的 你不管用什么方式查人 不管是谁杀人 好像就是私人杀人不行 公权力杀人就可以吗 公权力杀人也是错的 是吧 为什么公权力就可能可以杀人 而且公权力杀人可能危害性 比私权力杀人危害性更大 对不对 这当然是我并没有提供 唯一正确答案 但是我们可以去进行思考 就是一个错误 是否可以成为另外一个错误 变成自己合理等理由 这确实是非常复杂的 由于没有什么超然的权威 可以对错误行为进行惩罚 就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时候 因此以恶赤恶 错误得正就是以恶之恶 以恶之恶看上去就好像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但是这样的推理 也会造成了人类的各种族情冲突之间的 持久性的灾难性和武 很多的族情冲突的悲剂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要以恶之恶 那么这是我们要说的 另外一个我要给大家区别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了 理还敢说的谬误和错误得正的谬误 如何去区分这两种谬误 其实这个很好区分 就理还敢说的谬误总是包含着对虚伪的 或者言行不一的指责 而错误得正的谬误不是如此 比如说这个例子 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牧师 说妻子应该待在家里不应该工作 简直是胡说八道 因为我知道他读研究生的学费 就是他的妻子工作赠来的 很显然你看这就是什么呢 你还敢说的谬误 你这个牧师你的妻子 你都是靠你妻子养的 你现在主张你不应该 让女人不应该在家里 不应该去工作 很显然你是言行不一 这个就是你还敢说 但是那错误得正的谬误是什么 他是想为自己的另外一个错误行为辩解 就错误得正的谬误 他是有一个辩解的一个愿望 这个在你还敢说的谬误当中是没有的 比如这个例子 我不觉得我有义务向税务部门 申报我的讲课费收入 我所认识的教师同行 没有一个怎么做 你看 他说这些教师同行做了错误行为 所以自己就可以做 就在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在辩解 现在就是他们的区别 但是有时候呢 有些时候的这个论证 会同时犯 错错得正和你还敢说的 我们举这个例子 这个母子之间对话经常出现 妈妈说 亲爱的偷东西是不对的 如果有人偷到你喜欢的娃娃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老师很多时候都说 如果别人将心比心 别人这么做 你会怎么办 孩子就说 但是你告诉过我 你小时候还偷过朋友的泰迪熊呢 所以偷东西并非真的不对 这个论证 其实既包含 你还敢说的谬误 也包含 错错得正的谬误 是吧 因为这个孩子 既以对方的言行不疑 反对对方 你当妈的说我不能偷东西 你都偷东西 所以你言行不疑 同时又以对方的错误行为 来为自己错误行为辩赴 你小时候偷过泰迪熊 所以我今天也可以偷别人的东西 是吧 所以说家长教育叫延长生教 是吧 好 我们看第六个谬误 第六个谬误叫恐威胁 人生威胁 或者叫恐吓战术 因为恐惧常常会使我们 不理性的思考或者行动 当一个论证者宣称 如果对方不接受他的结论 就会受到伤害 而这一威胁是与论证的有效性 和真实性无关的时候 这就是人生威胁的谬误 或者恐吓战术的谬误 几个例子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以前说过的 这个是毛泽东说的 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应当懂得 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办的 这就是典型的 威胁战术挺好的 挺好的 第二个 枪支合法游说人员 对政治家说 枪支管制法案 不适合美国 任何支持这一法案的政客 都会在下届选举当中 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 我知道 美国的枪支之所以禁止不了 除了它的修正案的规定 第二修正案 它有持枪权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关于枪支生产 形成一个庞大等利益的一个行业 是吧 这显然也是一个危险 是吧 你要支持下届 不让你当选 第三 这个例子是波罗奔尼撒战争里面的一个例子 当时在雅典跟斯巴达战争的时候 有一个小的国家叫做米洛斯 米洛斯想保持中立 但是雅典人就说 你们中立就意味着背叛我们 在这个战争场面 小国是没有资格中立的 你必须要么成为我们的雅典的联盟 要么成为斯巴达联盟 但米洛斯人不干 最后雅典就把米洛斯就灭了 然后就把他们的男人全杀死 人的孩子全认为奴隶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然后呢 最后他在雅典要灭米洛斯之前 他们派到一些使者去劝说米洛斯人 这个使者是这么说的 我们知道 你们也知道 在人类自然本性的逻辑中 权力就是right 只有在权力平衡之处才会被考虑 就是没有power就没有right 没有力量 你就不要跟我谈 你有什么自由和权力 而力量是决定着强者 告诫和弱者让步的内容 你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希望 就是你们只是虚无缥缈的希望 你们的和平的希望至今没有实现 但是武器在你们手中却有点不足以抵抗 已经计划入侵你们的军队 这就表明你们正在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决定 而国家的命令就悬析于一个或对或错的决定 什么叫或对或错啊 强权级公民 你如果不加入我们 我们把你整个国家移平变了 这就是错误 对吧 就像亚里士多德举的一个例子 在森林里面开大会 一个兔子问一个狮子 要平等的参与钱 狮子说 你有我的鸟牙吗 你有我的利爪吗 如果你没有这两者 就少给我谈平等 这就是一种恐吓和威胁 那么当然也是 并非所有的威胁都是谬误 比如说一个家长对孩子说 如果你再这么晚回家 以后就不给你零花钱 这不是谬误 我们前面说过 如果那么这个叫假言命题 它仅仅是一个命题 它不是论证 它还没有结果 这家长说 如果你要这么做 我不让你回家 因此它不是一个谬误 它不是个论证 说不上谬误 第二个例子 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说 如果你不撤出在古巴的导弹 我们就别无选择 只能武力撤出 如果我们使用武力撤出导弹 就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 而我们都不希望核战争爆发 因此你应该从古巴撤出导弹 这也不是恐吓战术 这是真的论证 这是我们知道历史上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 是吧 但当时美苏之间争霸 差点引发了核战争 是吧 这是理由 而且就是事实 你如果不撤出 我们确实就要采取行动 那只能撤出了 是吧 最后就避免这场危机了 因为前提 以及结论之间是有逻辑关联的 它不是不相关的 是吧 这个不是谬 这是 怎么就讲完了 是吧 这是今天要讲的 六个关联的谬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一讲 我们继续